台北市長客聞著日前宣示 3月底前要成立食安委員會 台北市衛生局也趁著過年前抽查年貨食材 結果發現了搜狗超市賣的上等竹生 漂白劑超標6倍 而另外一家攤商的手損更是誇張 漂白劑超標高達134倍 年關將近婆婆媽媽們 忙著上市場採買應景年貨和醃漬蔬果 但北市府抽查卻發現 冰江市場賣的麻油瓜 本甲酸也就是防腐劑超標將近3倍 萬華老台農醬油的原味碎瓜 也超標了7.3倍 最扯的是安居市場一家攤商的手損 漂白劑超標134倍 可以一群微生物的生長 但是它使用長期過量的話 對我們肝跟腎功能會有一定的影響 而年貨必備的金針和竹生 衛生局在搜狗百貨的上等竹生 也驗出了二氧化硫3.07克 超標6倍 大人發賣的台灣花冬金針 也驗出二氧化硫 卻沒標示在包裝外頭 吃多了有可能腹泻 嘔吐 甚至引發過敏反應 除了勒令下架外 業者也將面臨3到300萬元的罰還 衛生局也發現 每到過年市場裡的散裝食品不合格率 相較產品包裝完整的賣場 來的還要高 呼籲消費者盡量購買 有認證的產地食材 或是烹煮時多費點心 就能有效避免有害人體的殘留物 吃下肚 優點TV 林華吳鄧麗 台北報導